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汐游,28House找楼App,贊助货窗 時光島樓格不斷在市場出現 特別是早年大賣前景 高日較開盤的新發展區 包括位於張關路日出康城 盡可以期一個三房的優質戶 最新跌價近三成沽出 單位位於3B座的高層B室 629呎的單位 面向正南方,可以看到開陽的海景 最新成交價是820萬 赤價只13000元 原業主在2018年時 已超過1150萬買入 持貨五年半,賬面虧了330萬離場 幅度近3成 不過期內大市跌幅1成7 樓價跌小未止 而且預期再有下滑空間之際 心急出貨的業主 減價幅度要大過大市回落的速度 才可以獲得成接 業顧問總結今年市況時說 利膽因素將會維持一段時間 樓價短期內都要手押 2023年本港樓市疲弱 繼去年錄得量跌價跌之後 今年進一步惡化 回顧今年的樓市 大德良行指 一二手住宅交頭都放緩 預計第四季住宅成交 按季跌1成7 去到7500多宗 全年的總成交量 也只有42900多宗 是十年以來的低位 上半年的樓價 仍然會有0至-5%的調整空間 香港置業的報告也指 今年樓價在第四季開始倒跌 施政報告推出減辣的效用有限 加上港股疲弱 市民的身家縮水 拖累樓市表現 全年樓價預計會跌半成 交頭方面 一手的銷售量只有大約一萬宗 是2013年一手銷售條例之後的 第二低 而二手住宅註冊量 預計只有37000宗 和去年一樣都是處於低水平 只望明年尾色調頭回落 樓市才有望可以苦盡今來 新款預售連續兩個月零申請 上個月也只有三個項目獲批售紙 令到已經批出預售 但未推出的單位增加至15000多伙 重貨區就是啟德 佔了一半有超過7200伙 鐵路盤也有超過4300伙 有件成交減慢 發展商自然對於吸納新土地的興趣不大 總結今年 賣地市場已經有六個項目流標 成為市場最多 當初東沖一帶已經有三幅住宅地流標 都明免令人質疑發展前景是否可符合預期 樓市前景不明 人人都不願意做開科牛 東沖東站第一期 上個月因為零日標而導致流標 現在的市場始終大家有保留 現在是想去貨的人 亦換得到慢 再加上一些項目 itchy 風險高 當然不想投放太多資源 就算肯投放那些都會比較審慎出價 有現貨賣 補充貨的意欲沒有幾年前那麼強 所以在此超比獎之下 大家集中在貨上而不是進貨上 借鏡過往兩個新發展區 安達神道和啟德前跑道區 發展商起初都信心滿滿 以高地價買地 但現在就要受到不完善的配套影響 連散火都會出現困難 這個項目的風險或狀況 比之前安達神或其他 會更多要考慮 因為它會再早期 預計2029年才落城的東涌東站 早在基建落城前的六年前 即是今天 已經展開住宅地照標 即使發展商投得地皮 還未有站頂出現 可以展開住宅發展工程 吸取東涌今年以來 歷經的三次流標經驗 測量事觀望將來 招標程序可有改善 除了那些配套越來越成熟 成形或近一點落城日期 我想整個社區的吸引力 會顯著大一點 現在我想大家一直都說 它太遠期 有關2047地契大限 發展局將會刊憲 刊登續期公告形式為地契續期 小業主只需要每年支付租值 大約3%作為地租 因為自2025年開始 將會有比較大量的地契需要續期 都比較難用過往的方式 由地政總署和業主個別商討 因此決定採用立法形式續期 發展局亦都強調 新法例不會改變1997年土地政策的骨幹 只會改變地契續期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